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寒冷的冬季,滋补暖身的羊肉汤要安排起来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 炖羊肉千万不能放着料 教你正确的做法 羊肉鲜香,汤味纯正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准备一斤了羊肉,加一勺面粉 再加入没过羊肉的清水 下手给它抓洗一下 加入面粉来清洗羊肉 可以把粘附在羊肉上面的 按板木屑或者是灰尘给吸附出来 以使用清水洗,洗得更加干净 抓洗一两分钟把羊肉捞出来 再换入干净的清水 把羊肉上的面粉洗干净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盆凉水把羊肉放进来 静置一个小时,泡出羊肉里面的血水和杂质 一个小时后来看一下 浸泡羊肉的水变得非常的红 这就是羊肉中的血水和杂质 都知道羊肉带有一股特殊的膳味 炖羊肉的时候 先把羊肉中的血水浸泡出来 也能去除一部分膳味 现在我们直接把羊肉捞出来 放到肉腮里面,稍微沥一点水分出来 接下来起锅倒入清水 把羊肉冷水下锅 加入葱结姜片 一勺料酒辅足去腥 开大火煮开 煮开后表面漂浮着一层浮沫 用勺子把浮沫撇去 想要炖出味道纯正的羊肉汤 浸泡和焯水是必不可少的 浮沫撇干净以后,再煮一分钟 然后把羊肉捞出来 放到流水下,冲干净雪末 准备一个砂锅 把处理好的羊肉倒进砂锅里面 再倒入大半锅的清水 加一块派桑的姜,葱结 再来20粒花椒 炖羊肉只需要加入葱姜花椒 这三种去腥增香的调料即可 记得千万不能够加入草果,八角,桂皮 这三种香味浓郁的大料 经过以上的处理,羊肉的鲜香味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如果再加入这些大料来炖汤 羊肉的鲜香味都会被大料浓郁的香味掩盖 就做不出纯正的羊汤啦 接下来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炖一个小时 趁着炖羊肉的时间 准备一个白萝卜 去皮洗净后切成滚刀块 也可以换成其他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切好放一边备用 羊肉已经炖了一个小时了,打开看看 把葱结姜片夹出来 再倒入刚刚切好的白萝卜 盖上盖子再炖10分钟 时间到关火开盖 加入适量的食盐 一点胡椒粉 搅拌均匀即可出锅 炖羊肉汤不用加过多的调料 吃的就是羊肉的原汁原味 来看一下这个羊肉汤 非常的浓白鲜香 看着就非常好喝 美味的萝卜炖羊肉汤就做好啦 按照以上的方法来炖羊肉 羊肉吃起来鲜香不腥不善 汤味道纯正好喝 在这寒冷的冬季 可以多做一些给家人吃 营养又丰富可以补气抑血 学会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 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